东京残奥会将于今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140人参加入场式。 东京时间17点30分,中国体育代表团着装整齐,从驻地出发,等候大巴。 向日本新国立竞技场,残奥会开幕式场地进发。 在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嘉敏和男子之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骑手。 此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代表团总运动员251人,包括男运动员119人,女运动员132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186人。 运动员平均年龄27.5岁,年龄最大的是56岁的乒乓球运动员赵平。 年龄最小的是16岁的游泳运动员蒋玉燕。 运动员全部是业余选手,职业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 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羽毛球,皮滑艇,自行车,盲人柔道,举重。 赛艇,射击,游泳,乒乓球,轮椅基建,轮椅网球,跆拳道,铁人三项,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 盲人门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 代表团抵达东京后,运动员们迅速投入到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中,为比赛做准备。 在上届里预约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07金81银51桶,共239枚奖牌。 这一次,也期待残奥选手们在东京再续辉煌。 各位网友,在这里让我们祝福残奥会运动员们能取得好成绩,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祝福吧。 大家